賭王何鴻生今年5月逝世 雖然何鴻生早在2010年重新分配家產 但何鴻生離世後 長房四女何超雄、外申何東順銘 和二房長女何超瓊等家族成員 向法庭就遺產事宜登記知會備忘 昨天長房次女何超賢、日品高等法院 要求法庭就何鴻生遺產委任遺產管理人 也將早前向法庭登記知會備忘的家族成員 列為答辯人 而他早前已經就何鴻生遺產呈交知會備忘 何超賢也要求法庭頒令遺產管理人 在有需要的時候需要按司法常務官 要求呈交和遺產有關的文件